旋律十八動物園 能看到兩張牌的出場 我看到新媽的飛刀雜刷者出場了 那不是Face對面啊 對面換了兩張 換了兩張牌對面 你要來給我們升空 換了兩張牌其實是確定不了這面的 這面的升空 兩套動物園 動物園 vs 動物園 那你覺得這主要看什麼 動物園 就看這張了 動物園那張就看這一張 其實可以先丟 丟到用幣的話也不錯 就先丟吧 可以先丟 可以先丟 就讓哪一張再選擇出什麼 對 可能丟最差一張可能是飛刀 看遊戲下講的旋律物 還可以去穩先出飛刀 可以去穩先出飛刀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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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去棒棒糖嗎 對 因為他沒眼球 這個藍芒果然很了解旋律 果然是隊友這間 不先丟 先出飛刀 應該先出飛刀 對 這是球耶 這個整個飛刀被打了 整個飛刀被打了 哦 哦 哦 非常得好 非常得好 這其實是非常好的 棒棒糖 棒棒糖光環 他現在已經開始ROCK起來了 跟著我的節奏一起來 跟著我的節奏一起來 對面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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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對 這個上面還是個不得 他丟的也不錯 丟的也不錯 對 丟的也不錯 但是我們這邊排可能更好 對 對 你先一防 這一防可能很關鍵 對面 只要對面不是一個賣那個 撲碎三陽就好說 不好說 只要兩張卡可能就分流了 飛刀 嗯 飛刀 這樣的話可以換掉他R2 然後飛刀先 嗯 整了 還是穩一下 這個這個好這個好 我覺得可以加三陽 如果是上殘陽 我覺得可以上殘陽 這樣可以避免被飛死 對 這樣可以再換一張這個 對面只有出兩個 還是有可能給他飛死 但是 其實你出一個32加一個2也行 也行 所以場面就比較多 因為好一點 但是 臉不好的話容易被飛死 飛死的話 也還好 飛死幾率很低 四分之一吧 對 你們說對面會不會打U1 不會吧應該 我覺得不不像 因為東南亞 對 老實說這種內戰 就只能看臉了 然後這就是旋律大叔的範圍 但是後手會打U1 有優勢 後手是有優勢的 然後雙方都有靈活 這樣就是互相都抵平了 對 而且7的牌都是可以接受這個牌 他肯定飛不中這61 我估計是飛臉的 欸你又升空了 旋律大叔這個時候他的台詞是 無碎搖擺 有一個旋律大叔一直在擺 見面過來來一套 完了之後新媽 想為我們唱上一首什麼歌 傳奇 還是甜蜜蜜 還是就這樣被你中伏 這才是我們今天重頭戲是吧 能不能點歌 這邊可能這回合費用不完 要不然就是要分流了 輕唱幾句吧 他可能手上那張是阿古斯 他可能就是你這句話 阿古斯的話他只能吃了R2才算少賺 咱們有幾十萬 我就猜到阿古斯 我要看這標 欸 喔 烈野才不錯 還不錯 但是這樣的話可能就是全空 但是旋律有一點點長 欸 阿古斯 意不大 意不大 可以 採陽也可以 採陽啊 阿古斯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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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古斯費用高嘛 就先把費用用完 先加 先加後加其實一樣 會換嘛 4-1換 4-2換4-1有點虧我也沒辦法 有一點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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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對面沒大哥就行 現在就進入誰抽大哥 現在就是誰抽的好的 就是大哥年代 那就看臉的時代 這張牌 哇 哇 神抽了 哇 他直接是打臉 那還有優勢 那還有優勢 這個 誒 又來一張殘陽 OK 下回會來個儀費的 對 可以直接打臉 對 來個儀費的這個殘陽可以丟了 對 直接互打臉 這打臉的話 旋律大師先贏了 對 我們場合這邊比他高一點 場合要比他高啊 誒 又分了 那最好是來個一三朝伏 哦 這沒事沒事沒事 對方無腦打臉 哦 等會兒 現在可以直接全換掉 不上大哥 可以 對 旋律上這個的話 就是不上大哥 對 這樣上的話 可以比較準 比較準 這樣比較合理 大哥的話肯定是比較可以 大哥不太合理 應該上孔狼的 孔狼比較合理其實 上孔狼兩個就給他濕了 然後殘陽給孔狼加一下 然後兩個都可以換掉阿姆斯 對 因為在這個數字內戰的時候 他後期賣血是很危險的 賣血了 對 盡量是 保留死你的手牌是一個很好的 手牌的數量非常有東西 對面這個大哥沒有吃這個二三 他可能想抽零我 但建議不要抽 對面 沒有換怪打這個臉的話 搶不死的話 場面就要GG了 對 有點貪啊 非常貪 非常貪啊對面 兩個孔 就是要換個 我們要抽臉節奏 不會又一個吧 不用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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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 這個就是低點生涯 但是這邊又有機會 這邊現在是7點血 加上大哥的六點是15 13點血 欸 欸 這個動機 這個不錯 上了吧然後大哥 然後大哥 可以狼吃掉 狼吃掉二二 對 然後殘陽 然後四二吃掉 然後殘陽 殘陽配合五七吃掉他的 對 可以這樣可以這樣 不 殘陽加狼吃掉他的大哥 反正三三先吃掉狼 嗯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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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話就解另外一個 然後那個就直接充臉了 我覺得 是我的吧 我覺得可能兩個 如果是我的話我可能會留下武器 直接充臉 我這 要是對面充一個叫囂的話 就拒了 不會啊 現在只有一個東西 現在就是說 對 說要解 說要解掉二三 現在就看靈魂火了 就看下回合了 如果有靈魂火的話 就完蛋了 但是非常的 對面是沒有阿古斯了現在 對面只剩下一張靈魂火了 他沒這麼RP吧 嘲諷也沒有用的 現在是 就是最後一刻 就看這回合了 對 他只要這張不是靈魂火就贏了 除非他也收到嘲諷 對 除非他也收到嘲諷 不是嘲諷不是靈魂火就贏了 或者是不是衝鋒 阿古斯手間肯定沒有了 好 就看這兩張 對面在想 起碼不是靈魂火 那起碼還沒死 對 靈魂火肯定是指出來了 抽牌是一個好現象 抽牌代表對面那張牌沒有 對面也神抽 神律 旋律也神抽 對 各種都是從武肺開始 每個人扔一大哥每個人扔一大哥 每個人扔一大哥 都是武器牌的大哥 對 我需要 神速是贏 就看這一輪 旋律還能扭一下 這個很關鍵 對 可以扭兩張牌 旋律這套有火車王的 哦 對 暴露了什麼 還喝一口啤酒 不能說紅牛 紅牛 提神 就看這兩張牌 他提神說已經嗑了兩聽了 現在對面是能出什麼 其實不是嘲諷的 他都可以投了已經 對 場攻就有點了 對呀 這個東西兩張牌其實很好看的 到底是贏還是投還是可以打 感覺旋律 可能旋律律 練小鬼 練小鬼 這不會燒繩子 這不會一個燒繩子 然後 打得不錯了 已經出來打得不錯了 打得不錯 哦 哇 旋律這麼自信 能不能射死三一 射死三一 就 就還有機會 這賣人品啊 能不能射死三一 旋律律律律小鬼 他射死也沒有用 哦 射死也沒有用 對 是個烈焰小鬼 射死了也是死的 最後一張是個烈焰小鬼 對 應該是應該是 套來針對 那個動物園 我那盤也是贏了之後 上了個德魯伊跟我打 只留下了一張 我覺得 可能 德魯伊能留下一張就不錯了 上槍 那我覺得會直接上烈焰小鬼 烈焰小鬼 烈焰小鬼吧 烈焰小鬼 他總不會激活硬壁叢林吧 那有叢林的話 什麼時候都會是四個 對 早出晚出都是一樣的 其實他硬幣激活叢林之後 可能要掛機掛到五費 新三鱗小鬼吧 新三鱗小鬼 新三鱗小鬼 可能是不會錯 對 要是他跳旋 鱗小鬼 對 算大了 對 只要沒有激活老路 就應該是穩穩的 如果他有留下一張 應該是激活或者跳飛 或者憤怒 或者是老路或者是憤怒 都有可能 可能對面會不會直接 就這四張其中一張 是成長的 橫掃也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對 因為他知道這面是動物園 有可能會 他留給你掃 比賽之後我想有激活 我激活了 我硬幣 老路就很煩 鱗就不錯 鱗就很 鱗或者釘狗 鱗或者釘狗 全體鱗 好 超生德 超生德的兩個激活的手段 都已經沒了 哇 這個也不錯 這個也不錯 然後上個醫生嘲諷 對 醫生嘲諷比這個醫生好一點 阿菲還得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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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帶走了 很難受很難受 這個醫生剛剛好 可以幫這個叫囂擋一腳 對 而且關鍵是對面 紫蘭蘭的這個 超生德的激活手段 沒有 開始掛機了 欸好 他超生伸不起來了 因為硬力會 還咬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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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意思是我要從兩次咬到四費半斤 這應該會咬一口 反正就義工了 飛刀 飛刀 這可以飛刀 這可以飛刀 飛刀加一 比較鬆一點 對 對 可以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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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確率半圖 挺好 測得一下位置 這個位置其實沒什麼關係 這個 是一個風水的問題 這個你也有研究 這個飛刀要做一個好一點的風水 這樣不會被很早 我比較喜歡坐在中間 可以看到 我坐在中間 這左邊是一個 這左邊是一個 好 對面咬了兩個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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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真的是有很早 可能真的是有很早 這時候可能要架 可能要這個 才能給叫囂了 對 才能叫囂了 這個飛刀就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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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那什麼 可以上 可以上 可以不上 上了吧 而且可以飛刀 下火頭萬一出到大哥的話 對 下火頭裸出大哥 這個劇本顯得多麼的完美 以旋律的阿P 對 旋律的阿P 對 旋律的阿P 這不是 這是錄像 我看過 這個對面只有這個 所以應該是橫掃 新落東西 新起火法強很少 除了這一條沒有 這是橫掃 很少沒有用的 這是不是 這是棋手留下的那一張 還我特意 還能剩下一堆 所以我咬了兩口 注意把那個一箭給咬死了 但是又有一個盾 大哥來啊 你先想回 你先想回還行 還可以 就放中間吧 就放中間吧 這個放在最左邊 這放最右邊 指的明明不會死 對手一心只剩7點 哦 手滑了吧 感覺好像小鳳那個位置 對 應該是死了 沒救了 對 7點啊 怎麼打得贏了 怎麼很難了很難了 可以課120了 這卷律 打了10分鐘沒有啊 這兩把 對啊 這太快了吧 有沒有10分鐘 這位怎麼想到他 杜律的死了 直接死了 直接殺律已經死了 對 GG 合不住了 這就是雨昇成功 還有精靈嗎 死了這邊 全A過去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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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要算那個 他還能一出三點傷害 這個怎麼想的 啊好的 那也是 這局太快了 簡直沒看過影 對 對 很暴力的 對 那這一盤結束之後 我期待看到 網上流傳起來 旋律的搖頭街 騎手小軟 哇 騎手小軟 震你能忍 哇 學律大叔 人品爆表耶 這沒法忍的都 對呀 他就是騎手手法也是不錯了 這非常贏的時間 所以又開始搖擺了 好 穩了 穩了 一穿三 學律下來說 我第一支棒棒糖還沒吃完 我還買了四支 這這什麼 這是棒棒糖展那個 展那個東南亞嗎 對這個畫面也是傳到東南亞那邊國家 他們也在收看這個畫面 他會 他之後會 既炸雞勇士之後 成為棒棒糖勇士的 下個喝一個恐狼 一個叫嚇 打四點 挺好的 誒 他還在想要不要硬地跳嗎 這沒什麼意義 這沒什麼意義 硬地沒有意義 誒 他是忘記 點掉結束回合按鈕了嗎 他在想 他想 他想裝一下 裝一下 裝一下我手上有靈魂火 要不要活你臉 這個 應該是硬幣力量代價 硬幣力量代價 硬幣力量代價 對 這是個笑話我可以笑嗎 這個手軟可以吃起來 哎呦 這回可以賺兩個罐 這是旋律最喜歡的神職人員女祭司 這樣防下被判應該是 嗯 其實可以上那個 恐狼比較好 恐狼加女祭司 因為他這個硬幣實在 對我覺得恐狼加女祭司 大把用的話不太好 而且現在沒有嘲諷 其實女祭司 主要是下課三費的話 他用硬幣要上兩個恐狼 因為我知道那個 其實東南亞那邊 他是都是 一般都是雙 雙偶 或者是 很多AOE那種 這個恐狼有用嗎 這個恐狼可以寬掉 哦 哦 哦 說這個小心以後開不了淘寶店 可以考慮 直接再把口狼扔上去了 這個一倍的東西就 其實我覺得現在硬幣的 對 對 其實我覺得現在已經贏了 我們準備可以新出了 你要我替旋律乾的這杯酒嗎 沒問題 這啤酒 我替旋律乾 我替旋律乾 今天晚上我們晚飯要吃到撐啊 嗯 怎麼突然大家就 萬來俱進了 蛤 都在想 都在想 都在想晚上吃什麼啊 現在都在想的 都要吃什麼啊 都是跳躍性思維啊 思維跑偏啊 那這局 旋律很認真對待這個比賽 我跟你們偷聊 他昨天晚上練到晚上三點多 然後我就叫他不要練了 直接上去動員 你確定他不是在看球嗎 哈哈 我昨天在那看球 這個不然是我也 大概練到有三四年 你覺得這次 不是 全靈都練得比我晚 我記得我四點多時候睡覺的時候 全靈還沒有睡覺呢 我是不是又知道了點什麼信心 不不不不 這跟我們沒關係啊 他們倆在一起練 哦 大概練什麼我就不方便到路 小元知道的比較多 大家下去之後 可以在小元的群裡面 拷問一下小元 對面四費沒東西 沒有背刺 沒有光頭 沒有毒藥 那就去拒了唄 然後他也要刷一個沙沙 靈魂大哥又開始嗑紅牛了 這什麼 這 你見到嗎 哇 四股開刀 這就標誌對面已經走 閉手 我覺得可以 這個回合給一個來吃了這個閉手 我覺得 要是看抽什麼 以全六大術的RP 這回應該能抽個兩費的東西 要不要抽個三費 我們看一下你的預測是否準確 不是兩費是三費 三二一 一費 - 這樣的話也可以全部上 - 也可以說哈呀 - 說哈可以 - 因為五歲的時候我覺得要不然他就分流了 - 弦之大叔應該會分流了 - 他還是要保留這個這個什麼 - 那就銀色石頭硬幣孔了 - 對 可以 - 你覺得這局比賽結束之後 - 他老婆會把他的錢包還給他 - 嗯 這個不好意思問我吧 - 丟血 - 其實我的話我會上這個3-2了 - 我就不上銀色石頭 - 我知道對面沒被吃了 - 這是個考慮 - 這邊會不會掛大匕首呢 - 我們來看一看大匕首找死了 - 我在想 - 我在想旋律大叔這個時候腦中 - 會不會一直在單曲循環小蘋果 - 第二張牌 - 應該是很早就到手 - 或者是手流的牌 - 應該是很早就到手 - 那就是夾雞身藍龍之類的東西 - 血法刀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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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血刀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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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血刀出不停 - 血刀山 - 血刀山 - 血刀 - 血刀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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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來 澤 sweats - 手飛中 - WWRI - 啊 - 下一個 - 帥 coment - 你還 Million 在1的话其实也无所谓 我场上还有两个3了 其实现在局势有点往盗贼身上走 看到底这回合能怎么打 这回合还不好说 盗贼如果上一个武器的话就哭了 看旋律大哥能不能 盗旋律大哥能不能撤到大哥了 大哥抢血太熟了 现在来大哥不太好 先来一个四费卓的东西 现在就是铺场 来个阿古斯铺场的话就好了 对 来个阿古斯 然后再铺一下 因为对面其实 对面其实把刺骨丢了 他看到大哥的话很难解掉 他就摆明的是没有盘回去 盘回去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的 会反复地冲的 一个回合5点血 那现在呢 大家也可以赶紧拿出你们 卢士双双助手参加咱们的活动 这局比赛结束之后呢 也会送出最后一个 雷蛇曼巴眼镜蛇鼠标 这是个硬光 请不要在广告中插播卢士 我的错 哪一口 这应该是光头了 哦 那可能是 这个小兆可能要上了 可能要上了 雷蛇曼火丢牌 雷蛇曼火丢牌 那打个4费的 哦 我们还有一个哦 这样就全队上就出了 雷蛇曼火 然后三二换了一个 三三 然后雷蛇曼火 全解 场面解两个 小兆还可以出 已经刷了三 对 算了吧 就不贪个刀了 就两费三二吧 可是现在的盗贼还没有看着他太有图样了 就当一个迅猛龙了 哦 这个时候想上小软吗 应该是要上一个雷蛇曼火丢牌 而且还可以再摸一张牌 对 不上的话 卡 一直卡住 一直卡住 嗯 这时候是一定要丢这张雷蛇曼火 哦 他上了 好 先用 再抽一张 原来他说 如果还是很果断 该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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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抽一 嗯 其实可以选择先抽 万一再抽一张雷蛇曼火 是不是 先抽的话 两张雷蛇曼火就再手去打 不是 我说打一张雷蛇曼火 可以先抽 先不换那一只 然后先抽 万一再抽 再抽一雷蛇曼火 对 到底这血量保持的还是挺不错的 因为两个大地环加了六血 嗯 一个大地环吧 一个大地环 只出了一个大地环 还有一个大地环 对面五张卡 你们还有 还有记得他哪张卡没有出过呢 嗯 他用过剑乱舞 雪法 光头 大地环 大地环 两个大地环 一张刺骨 一张刺骨 没有用过被刺 嗯 一张被刺都没有用过 然后加一身隐藏 手上应该有暗影 是 他手里会卡一步 他独要也没有 有独要的话早就用了 他手里是什么 应该剑乱舞也没有 他有两张 他们套路是两张剑乱舞 他手里能卡到隐藏那些东西 他要是砍这个三闹的话 就要剑乱舞 这是要突兔 诶 这个突兔其实意义不大 因为他本来不突兔就可以解掉二一 所以这个突兔 这个小转上了 打你三血我就不亏了 大神 兄弟亏 试试 这个一 这个一流的还比较好 那直接换掉他的 诶 也可以 也可以考虑不换了 直接成脸 其实小脸不太好 就我就换了 我一直换掉 对于没手卡了 主要 慢慢打就行 慢慢打 我因为每回合格摸两张 对 而且抽到大哥就GG了 有点危险 对 有点危险 14血的话 如果这边手抽火车王的话 就有点危险 而且徐旅大叔在 两个合格已经是很难打死对面 其实不用怕 因为旋律大叔剩下三套白铝 里面有一套是打脸赞 哦 是可以对抗这个 加油我啊 诶 诶 这左边一张 藏了很久 暗影步 这个你都注意到了 真的是没东西刷了 他真的是没东西 还有强行的步 你还刷到被刺了 这张是最好的被刺了 这张是最好的被刺了 要再刷到一个被刺的话 就可以了 哇 我真不应该说 应该刷暗影步啊 两个暗影步在手里 很安静的 这样就绳出联合火了 我觉得要 一个联合火 这个联合火应该还是稳稳 一个联合火一个大哥呀 哦 可以刷 这一局的 基本是走 有点 到得少3.3还是 可以看看到这条后边的牌 嗯 可以刷一笔手针对 但是有什么特别牌 应该是不会出的 比如打B手 打脸赞的 剩下全力有一套打脸赞 应该就会上打脸赞的 他还有一套是双王牌的德 就不好打 他那个不是打脸贼吗 我记得我看了一下 他打脸贼 没问题 打脸贼 没问题 打脸贼打 其实谁都能输的话 非常难输 就是冲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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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送他两套打脸对吧 嗯 让你明白什么叫中国的天梯 直接举句 所以就 你们玩的什么美服什么什么亚服那种 根本根本就不是一个难度系数的 我们是地狱模式吗 练狱模式啊 练狱模式啊 你干嘛 冲冲 他是在干嘛 转心 太好转了 太好转了 这个的话其实肯定基本这个合作就要挂 这是在召唤小源的独心术 旋律可惜 这是我掉线了 这个牌我觉得可能有可能是选卡掉线了 旋律这把 可能是 没有没有 拿回去了 吓一跳 以为真掉线了 以为是选卡掉线了 我也以为是 他这把没撑到大哥 这把还有什么犹豫呢 有什么扔什么了就 要么解了 穿了脸 是没有最后 那三个手里面 他是没有法术那个手里面 这是为什么呀 噢 那个是双雾吗 暗影柱 真的是没有法术了 他这个刷太慢了 不过时间不够了 他刷神了 噢 他这个神龙 他这个神龙 对 这一下打不出去 噢 火车王 死了死了 应该是打出来了 打出来了 考验手术的时候呢 哎呀 打出来 哎呀 有没有机会 哎呀 哎呀 来了两个嘲讽 这是命运 如果没有这个法术的话 可能有机会 所以还有个三分一加机身还是难 看一下这个 飞刀打刷者 能不能两下都戳中 火车王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投了 其实 因为这个属于那时候 这个也不太好 但是是对面的事物 他自己还没有打完 对 因为他自己的事物 对 他想的他也是 按照规则来说 超过旋律就是你 旋律在想这是一个哲学 这个先飞啊 为什么不先飞呢 这个应该先飞吧 先飞其实也要出 这个要飞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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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算三倍的加机身 加机身 但是之前看到他 他是没有法术的 还剩两点血 直接入股 哦 这个是很不错 因为牌已经快了 刚刚旋律 如果出到一个大哥火车王 或者大哥灵魂火的话 就带走对面 那就搞笑了 那就真的搞笑了 对 人与无双菲律宾了 人与无双菲律宾了 嗯 那现在场上的比分是2比1 咱们中国队的旋律 你基本 基本想起初一些打的话 对吧 暗影部也换掉吧 暗影部也换 暗影部没有必要的 暗影部其实是七手绝对不留的 奥斯福得其实 还怎么会不留呢 张力平其实是要留 暗影肯定要留的 谁的大叔是要博一费吗 博一费的马云和 没有必要 暗影部就换了 暗影部可以真的换 对 暗影部留就卡很久了 就这样吧 OK 他果然听到了你的这个 哦 这个牌啊 这个牌特别好 换来的两张牌挺差的 对 来张 就看这个牌 一费一费 好卡 我就说旋律卡叔 手上三张卡可以扔的嘛 对 直接右手第一张过来 右手第一张玩啊 第二个抽了 又拿出了 哎 他说我今天准备了四根猫猫糖 终于拿出第二根了 对 对面是矮还 这边还有点实力 我可以掏出第二根 哈哈 来 以为一根就结束 对 他两个不管出什么 出一个战利品 肯定不会错 没问题 换第一手 直接用力 第一手去扣盾吗 他可能怕 他可能怕冷血 怕冷血 怕冷血 怕的有点多 担心就是一个 两费怕冷血 冷血 我要怎么连击冷血 我要怎么连击冷血 哦 有冷血还真连击出来 对 对 这边还是战利品吧 这个战利品好 先过一张牌 战利品 战利品 战利品绝对不会错嘛 没理由出麻风猪 有麻风猪 三位可出 变个地手出个麻风猪 而且赚刀的话 就是会浪费这个两点 或者一点输出 就是这个银色速度 这边交了硬币 光头就那个啥了 不认 不认 咱们也看到玄瑞大叔 比上一轮应该更深一点 不可以 不可以 两只能冷血 但是场没了 那可能雪法师要丢了 那可能雪法师要丢了 两个全丢 两个全丢上 哎 可以考虑雪法加这个 我觉得雪法加这个 我觉得可以直接银色自从加冷血 但是会被吃的棍 不好 那点不好 但是其实我觉得可以选择银色自从加上雪法师 而不是麻风猪儒 那下回合可能还要亏一分 嗯 因为你要雪法来打棍 其实因为这个雪法其实意义不大 对 在达到这些内荡的时候 这一排其实可以银色自从加 对 马云 然后 银色自从加雪法师 下回合银色自从贴也能去 对对对 因为对手肯定会先優先解你的雪法师 不 这其实可以 直接就这个 麻风猪加银色自从 这一费就算了吧 一费就算了 那下回合可能还要亏一分 因为要用雪法师来打 这手上的费 加钱还不够五费 真的没什么说 也可以 因为手里白也没几个东西 他想亏一费 算 亏一费就亏了吧 这个是一套T6贼 对啊 这个银色是从 不怎么可能死掉 应该都活下来 对面没刀 没硬币 没被尺 这个圣盾可能会不要 但是这个圆肯定是活下来的 对 他应该会起二人 麻风猪应该是死定了 因为我觉得东南亚二人 可能不会打得那么稳 哦 果然是不解深蹲 但是这要是我的话 我拼了面子被刺 我都拼了深蹲 嗯 果然原神打得很好 我有个教训 哎 好 这个大刀 大刀 对 而且门棍是不亏的 哦 门棍 不亏 因为柔许四连 已经打了就面对了 对 而且能取换了家门棍了已经 绝对 十七点 好大刀 没什么东西 哦 哎呀 毒药 这肯定是大刀了 我都可以先砍一刀 因为不用是毒药 因为我多一刀是一刀 反正我实在不怕 这个伤害打不完呢 打刀这个伤害绝对打不完 其实也可以考虑 因此人们加特攻 先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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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对面 如果出一个什么 怪人战场 这样子比较好 因为对面有可能有小软大软 有这个可能 小软能打到直接拍出去 这样的话打得比较稳 还没有什么意义 反正按照我们打天梯的概念 就是骑蜡碰到T5贼 势力不会超过20% 旋力就选了两套快攻 狂打脸 就往死里走 把你走死了 两套快攻 天下武功为快不复 对 就一套动物园一套T7 T6 T6贼 对手险些被动物园穿3 我们看一下对手现在已经很纠结了 我觉得对手肯定是手里有佳俊增 但是小 他上不了 刷不刷刷什么都问题 没啥刷 他五块没意义 他刷 对他刷上什么东西都解这个场 可能 他现在对手要废不要卡 好一点的就是蓝龙出个位四海还凑合能打 然后现在你就是让对手摊着牌库 把牌库的牌全部给他玩 他都很难逆 很难 对对对很难 就血线差的太多 上一盒可能只剩下个数学了 最多也只有数学 7飞的时候会完结战斗 我怀疑要挂机了 这个速度好像基本没什么牌可处了 门棍吗 这个东西 是啊门棍刺骨 哎呀 这个出牌太慢了 肯定要烧绳子了 完了完了完了 哎呀 他这还丢出来了 这可能没有打出去 对可能没有打出去 但这个必须打什么 其实意义不大 你打脸 这块 没有啊 夏威和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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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没有软 只要没有软 但是我看这么多局比赛对面都没有打 对 不过有大地环 他有两个大地环呢 可能还能再狗活一个回合 这个血线已经没有多少机会了 他唯一的机会就是软泥大地环 暗影步大地环 还要在旋律没抽到什么火车王的情况下 对 但是以旋律大叔的原因 这已经已经接触了 好了 没了 对面想这么久就明显没有什么 你已经体会到了中国天丁的难度啊 对吧 又可以烧绳子了对手 国福教你做人啊 对面表示我一个美福天丁一级的路来到国福 原来连五级都打不上去 国福教你做人 对手 哎 从现在旋律大叔的脸还没有被对手摸到过一下 偶刀上过牌 这完全就 难道 或许白雪丢的啊 对 跟 这样怎么跟祖国人民交代 对面表示不行 我要为我 注意我们有一个 炫一下你的脸 炫一下你的脸 哇 神律大叔已经开始 好 胜利的欢呼 至少没有无伤 嗯 還要來個南海傳攻 可以都出光了 對 咱把你悶回去 再把你悶回去 反正我贏了 好 再來個健身亂舞 好 恭喜旋律 好 恭喜旋律 喔 恭喜旋律 為我們中國隊拿到了3比1的成績 旋律在做個POSE 但是他沒對應的視像投射 沒看得到 他最後那個動作是模仿穆克拉嗎 對 穆克拉